老挝南乌江流域开发项目 现在已经进行了 第一期已经完成了 现在进入了第二期 第一期二级五级六级三个电站 总装机五十四万千瓦 都已经全部投产发电了 现在情况非常好 现在二期已经全面的进入了开工建设 二期分一三四七四个电阵 所以整个流域是七个电阵 南乌江二期正式签PVA协议的时候 习主席跟老挝国家主席 那时候朱玛丽共同建中 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建中的 正好阅兵室的时候 老挝国家领导人过来的 习主席共同建中的 然后去年南乌江二期融资关闭的时候 正好李克强总理去老挝访问 又共同建中了这个融资协议的签署 就是说像这些项目呢 因为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些政治高法的这种机会 来推动项目更快地往前进行 另外从为投资来讲 所以代水的包括可以把中国的这种技术 标准规范 还有装备 对吧 还有一些产能 甚至包括一些文化 全带出去了 但是实际上中国 我觉得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 真是我跟你讲 在本世纪是很伟大的一个战略的思想 你想中国现在发展了强大了 对吧 然后中国的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 对吧 带到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国家 都传播一些正能量 给他们通过投资 对吧 带动了当地的就业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当地的民众的获得感